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华观立法委员丹索瓦 欢迎收看台湾讲座 古中教科书的课程纲要 是由国家办定 提供民间的出版商 并且教科书时的参考 在每个科目当中 因为历史是可以帮助我们 建立世界观 建立主要的一面学科 对人的诉讼影响非常大 所以有些人 总是想要对历史课纲来核手 不幸的是 我们的教育部 现在就扮演到 违反定属正义 试图干预课纲修订的黑手 教育部以蛮横的方式 为自己作成的建核小组来扩全 对国民、历史、地理、公民 四国的高中课纲 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尤其是历史课纲 他们说是比改革面目全非 没有俗阿国建成功只是微调 条政最多也最明显的就是台湾历史 早期台湾历史 全部挑战将它将它进化到中国的连结 像国际靖族时期 该做汉人来台与国际靖族时期 特别将到了汉人来台开困的部分 台湾历史课纲 通知的正式统治时期 被冠上这个中国的民朝 变成民政 接耻来的清台 一路被改造清廷 共同政策制定的条件 加上台湾是有大清国 大中国所通知的印象 我们继续来看 台湾近代史的部分 这种操作的分析 能说是减加明显 它的目的是要来美化政策 来暗户属性 像原本重生的接受台湾的荣誉 比改造光合台湾 挑战来营造国民政府的影响的行胜 而且造成组军旗艰 连与修宝的裂痕 变成台湾人心中胜份的二十八十兆 促背刷出我们民主政治的道路的丹丸 这样起头起尾 就是为了要让二十八十兆 跟国内的通知来切割 原本白色恐怖跟概念 概念也是同这个丹丸 现在也改造到新政家的台海对峙 跟反共抗争丹丸丸向他放作会 企图来动画别色恐怖 对人犯的厚扯 历史是一方面 透过这个历史的学习 我们能够吸收经验 一步一步进步 一步一步冲作更好的未来 只有上师来面对历史 我们照可能在过期的历史经验当中 得到真正的告分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人和人 拥挥这个历史的俗信 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服务 我们必须要捍卫历史事实 拒绝黑箱课纲 我们今天就成功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后会再见